原标提贾灵真的反转人生这一次 不是屁图是真的受了网九 秒变女神爱好看笑剧的人相声 小品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相声是清代传上去的传统民间艺术 善于运用语言艺术和学位的肢体动作 来逗笑观众 笑剧小品则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的舞台艺术情势 在舞台上带给观众的欢乐也是异常的多 贾灵便是一名我们异常熟悉的笑剧小品演员 在笑剧的舞台上也是比较成功的 经常看小品的人对付贾灵的作品 肯定是不陌生对付贾灵的形象 也是不会陌生的 胖胖的大女孩虽然胖嘟嘟的很可爱 但是在舞台上却老是牺牲自己进行自黑孩逗笑观众 可以说贾灵为了笑剧也是付出了许多 笑剧便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以示笑剧的演出对付演员来讲是异常的困难的 这条路上的经济坎坷也是异常多的 贾灵一样是如此大学时代的贾灵 照样一名异常的瘦的大美男 从贾灵如今的五官就能看进去贾灵的五官 照样异常优秀的 西石大学时代贾灵还异常的瘦 再加上两个小酒窝 说是美男一点都不为过 毕业以后 贾灵为了自己的笑剧梦想 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为此还失去了自己的男朋友 从那以后 贾灵就开端以示来消除内心的悲伤 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贾灵 也开端用池来减压以后 就极致不了自己的体重了 从贾灵西石上春晚到如今可以说是 每一次亮相都会胖嫩末一点 以后 贾灵不得不接受如许的实际同时发明观众 退伏着黑身体胖的演出情是异常的爱好 老是能获得意外的笑剧 后果已是贾灵也退去了减肥的设法注意 不过人不停胖着老是对身体不好的 默默开端减肥大业的贾灵 在前一段时间晒出了自己的成果照 这一次 真的是惊艳到了网友之间照片中的贾灵 下巴 瘦了许多尖下巴都进去了 脸颊也瘦了许多瘦了以后的贾灵五官更显清秀 从照片中也能看进去贾灵的肩膀 也满满的瘦了上去 看来这一次 贾灵是下定了决心要减肥啊 便是不知道贾灵这一次减肥的能源是什么 谷宇伦 你为月季者中这一次减肥的能源 会不会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呢 话说贾灵年龄也不小了 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的你们说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